比较依然坚持认为可能还有一次比较大的大跌 就是还没有到来 但是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们就通过这个美战的倒挂 得出来一个阶段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 每一次都会实现的 所以我是认为可能还有一次比较大 但是币圈最近这个不管是价格走势 还是这个K线形态都走得非常好 所以最近走势是挺奇怪的 而且在没有更多新钱进入的情况下 按理说就是昨天的话应该是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买盘的话 价格应该是会向下发生的 而不是向上 因为当时价格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清算下面的会比清算上面的要划算很多 但是主要是当时有大量的 这个高杠杆的 做空空投在上面 可能随着一丁点的买盘 直接就往这些空投给打空了 这些空投的杠杆都非常高 都是一百倍到五十倍之间的 而且量也比较大 我觉得就是价格拉到现在 如果不能突破两万六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个向下回调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价格应该是 在没有更多资金 肯定币的流露 价格应该是向下的 短时间内 然后而且按照波浪理论五波之后 就是五个浪之后应该也是向下的 我的分享了这么多 就是说为什么昨天晚上凌晨三四点这种 这波拉升 微观上的话 其实来看的话 可能有这么几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 过去的 就是现在能看到屏 那个屏幕是吧 大概是11号左右 就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些放的故事又出来了 是放的啥来着 我又忘了 是不是又放的比安 对对对 BUSD 对对对 BUSD然后那个SEC做了这个这个那个 那个那个处罚了一个交易所 那个那个 那个卡卡卡是吧 那个交易所 三千万美金的那个罚款 是吧 然后还有又开始放的比安说比安BUSD要不 啊 BUSD被停止 那个停止那个叫呃 停止密他 但实际它的存量 存量的BUSD还是可以被那个对对换的吗 然后然后你就看很多中文一些中文媒体 就把这个东西就报道的特别的严重啊 然后咱们群里面的这些朋友 又去找SEC原来这个文件去看一看 实际说的可能啊 实际说的没有那么严重 对 然后嗯 这一个是这个跌到底部 一个四小时的一个被迟断的一个放的故事又出来了 就是让让大家跑出马啊 第二个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会涨的原因就是看黄金啊 其实是起稳了 这是黄金的这个四小时线 它其实是起稳了 黄金这一波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技术性回调 这一波回调原因就是呃 三个周前还是四个周前的那一波呃 非农数据的这个超高的这个这个实际值啊 然后引发了一波回调 这波回调到目前来看呃 黄金应该是应该是到位了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黄金对于今年来讲 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啊 黄金的这一段涨幅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因为美国的加息周期已经临近尾声 啊已经临近尾声啊 我们不管啊半个月前一个月前非农数据怎么超预期 然后呃联储出来 然后做鹰派 他改变的只能是我们在五月份再加一次二十五 在六月份再加一次二十五 只能是改变这个事情 他不可能会导致联储说我在五月份我要加七十五 我要加一百 这种事情联储是做是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联储他要保证自己的自身的信用信誉 他要给一个市场一个正常的一个预期做引导 这个在鲍威尔在这个上个周的这个经济俱乐部的那个谈话中 也也聊到了我们我们做出的这个决定不是要让市场意外 而是要让市场觉得在预期之内的他他们尽可能的一个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然后让市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一个事情 不会不会给市场添呃添加太多的这个意外的东西啊 所以当我们这个加息的这个幅度从七十五到五十到二十五 甚至说甚至说开始讨论这个终端利率维持在多少 这个过程以后到这个就到这个过程以后 就是已经证明在联储看来 他的最快的加息的阶段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那为什么他的最快的加息阶段已经结束 是因为他认为通胀应该是出现顶部了 下行只是时间问题 然后这个通胀他和这个K线也是一样的 他不会一跌就啪一根线一天跌百分之百 对吧 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区间走势的 你可以就可以看这段黄金的K线啊 一开始前面几个月跌的特别快 后面会有一段小幅的上行 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地率 终端利率传导传导到这个实业了 然后会影响更多的这个经济表现 影响更多的消费 影响更多的这个这个贷款投资 然后慢慢他就开始降了降了降 最后慢慢降到一个合理的区间 这个合理的区间目前联储认为的 实际可能我觉得可能到不了2% 他们会通过各种说辞把这个通胀目标 其实名义上可能是在2% 实际可能比2%还是要高一些的 因为目前的这个这个货币政策实际还是在依托一个这个超发放水的一个环境下去来维持的 美国的债务毕竟还是非常大的 他需要一个高低利率来缓解自己的这个债务 说到黄金奇纹啊 黄金奇纹说的说得也多 然后就是昨天涨了这波原因啊 黄金奇纹 然后你发说这些东西 然后再一个就是CPS数据 CPS数据刚才也林奈也说了 你虽然上周的这个CPS 前周二是吧 周二的CPS数据稍微有点高 但是他只是这一段K线一个稍微的一个小幅的上行 我们看到通胀还是在下降的 只不过下降了这两天呃 这个月一月份下降的没有12月那么快啊 再一个12月是一个 我今天刚看了金时的一圈分析 一个一个一个投行的一个言报 呃是12月份呃 这个这个采购指数会低呃 消费消费消费支出压的比较低一些 然后在一月份又释放了很多这个消费力 所以导致一个同比的呃呃 环比的一个上升 但是他整体趋势是下降下降的 他没有说呃 我那个CPI趴一下涨到这了 那这样的话肯定市场就是很很就很惊恐了 他只是一个还是在下降 但是没有没有没有下降那么多 进入一个一个所就是当时说的 这个高位横盘的区间吧 呃 然后再降下去的话 只要是终端利率不变 呃下降是迟早的事情 下降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说从那个经济宏观经济数据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 趋势还是没有结束的还是没有结束的 然后我把这一段话发在这个会议聊天里边 我们现在的阶段啊 11月份 11月份出底吗 就是加西阶段的二阶岛已经出现了 那个时候黄金和纳斯达克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底部 现在 现在下一步要做的这个预期是这个一阶岛 一阶岛就是停止加西 但是停止加西这个事儿太容易裁了 就是你现在拿着不动 拿着大饼 拿着以太 拿着黄金 拿着美股 一动不动 你就拿着行了 他跌不破 大饼跌不破15500 我说如果没有发生那个 呃 币圈独有这种风险事件啊 ftx 偷钱呃 sbf 农用用户资产这种事儿啊 没有这种事儿情况下 他破不了那个底了 然后这个一跌岛停止加西 这个这个这波上涨是很容易做的 只要你拿住了啊 然后再往后就是一个降息周期 因为加加西完了以后 是一段利率的这个停止高位横盘 然后紧接着 然后经济会受一些影响 然后这个通胀和就业会到美联储 联储这个预期所看到的一个这个数据 到这个阶段以后 降息周期就会来 降息周期呃会多快啊 还是降的比较少 降的比较慢啊 这些都不重要 主要他就是降息 他不会再加息了 所以今年开始一直都是 时间是多头的朋友 时间是多头的朋友 然后 顺带的都讲到宏观了 把cpi这块也讲了一下 嗯 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就是昨天晚上是一个抄底的时机呢 直接就讲这里就讲k线吧 四小时哦 就跟斯达克4老师说的这个波浪一样啊 产乱其实就是波浪的一个衍生 只不过加上来各种级别 嗯 四小时的一个下跌中枢 这个日线日线这个紫色这一笔下跌就可以结束了 嗯 这个位置就是我三个周前那次讲的日线的回调 在经济软着陆预期下的日线回调的加仓点 嗯 嗯 大家尽量理解 因为可能跟禅论有点关系 就是这个日线回调就是个日线的一个次低点 次低点 最低点 次低点啊 这个阶段你要是现货现货选手的话 你无脑买就行了 你在这买都在这买都无所谓 反正 因为这紫色线这一笔这个浪啊 所谓这个浪啊 或者这个笔啊都可以 这么叫法 长得这么高 他不可能划门回去的 嗯 除非普京人核弹 嗯 嗯 发某些国家发生战争 啊 然后美国突然经济经济经济危机啊 这种发事件发生的概率 大家自己衡量 但是 嗯 我觉得是非常小的 如果你觉得非常大的话 你买鲜活的同时买一点pot就可以了 看见期权嘛 保护一下 嗯 然后 然后昨天晚上就是 呃 为什么拉 前面我又说了 这么这么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放的故事出来了 第二个是黄金奇纹了 第三 周二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CPI数据出来了 他没有异常的高 他只是下降的没有那么快了 但是总体趋势还是在下降的啊 然后 围观上再又来了一个这个fake news 那个假新闻啊 这个这个香港的这个 我看 我看当时第一个发出来这个新闻的是 crypto熊猫是吧 好像就是三四点的时候 就是三四点的时候 那 然后 呃看应该是这个 这个coin 啊不是 是是币安的现货 现货买盘买 然后伴随着币安的这个 期货 期货的期货买盘冲上来的 冲上来以后 然后就报了很多公投 在微观环境下 我还想再说一个事情 就是呃 今年开始 从去年 呃去年十月份开始 到今年这段时间 这个这个okx啊 还有一些这些cex啊 他们都在推一些这个结构化的理财产品 啊 比如okx 他的这个理财产品叫鲨鱼挤 啊 他们说就是这个这个下跌帮你 抄底 上涨帮你抄顶啊 还有这个双臂理财 这些结构结构化产品都是这个cex 基于期权帮小白用户封装出来的一个 呃低风险的一个 卖方 期权卖方策略 啊 然后具体这个什么原理这个实践原因 我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但总而言之就是说呃 我们把钱存到那个理财结构结构化理财产品里面以后 我就成为了一个期权的卖方 主要是做卖方这个事 卖方这个事是干什么 就是说 我读你价格涨到了比如说现在这个这个两万五过不去两万五干了这个事我在这个地方我会卖出一个看涨期权啊 在这里跌到两万一千三三的时候我读你这个价格跌不破两万一千三他主要是干这个事情啊 然后这就导致这个就是卖方在卖方的特点就是说我在90%的行情里面我是赚钱的因为市场90%的时间都是在无序的震荡就像这里一样无序的震荡 无序的震荡无序的震荡震荡大震荡啊 在这段这些时间里面卖方是很爽的天天收收那个cata时间的价值 但是一旦出现这种尬多尬空的行情 卖方越多尬空尬多的这个力量越大 就是爆仓的爆仓的力量越大 这就是我我这就是我前面说这个结构化产品对这个市场微观的一个影响 嗯因为这个产品看了一些这个内部的数据确实卖的比较好 很多可能经历过这波熊市下来的用户想突然想明白了想做低风险了 然后太多人去买了这个这个结构化的产品 然后导致也导致这个derivate和这个okx让这个期权这个这个iv压的特别低压的特别低 就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做我们做买方的话基本都赚不到钱 那只能当买啊做卖方的话基本都赚不到钱只能当买方啊 因为做卖方都没有没有差价了都就是那个风险收益不对等啊 总结一下啊就就说的这么几个微观上为什么涨的原因啊 结构化产品啊然后这个放放的故事啊 黄金k线来讲从k线k线上来讲跌的差不多了 然后一个宏观的原因就是这个cpi啊还有这个就业数据啊 其实都是在大家的预期之内的 大家也知道1月份cpi数据的这个分项会调整 每年都会调整啊他他为什么会调整 嗯他不断调整这个东西 有助于在最终的这个通胀值落到 人们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内 他就像我们国家这个这个统计局一样 其实他每年都会干这个事情啊 只不过他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呃手法会更加的这个呃可接受一些 可接受一些这个每年1月份都会年初都会调这个数据的 他其实他调完他可以看到他还是还是在下跌的 还是在下跌的而且他加大了这个住房的这个权重嘛 对吧 呃说一说未来啊未来昨天晚上我本来想说今天正好开会 这个如果涨得没那么快的话可以该买就买吗 买先货也无所谓吧 定这个全组不买先货太可惜了 嗯那你短线已经涨上去了 这个地方的绿线是30分钟的一笔30分钟的浪吧 或者说都可以啊30分钟的一买最低点 二买次低点三买啊 这还应该还是会有个三买 因为这个太这个力量太大了 但是但是这里这波这个这个30分钟这一笔接下来以后 他不会跌的他应该不会直接上去 他可能会做一个这个横盘的震荡 这个力线我为了通俗讲 因为很多同学都不太懂这个这个缠绿这个东西啊 他这一笔至少是四五根K线 可以更长啊至少是四五根 具体 具体上有他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使用方法 这东西还不是特别的好好学啊 看个大概知道个节奏就行 禅论的话我用他交易不是用来做预测 而是来做仓位控制 节奏的控制 什么时候该走 这个区域就该走 什么时候该买 这个区域就该买 什么时候该拿住 这个区域就该拿住 为什么该拿住 继续说 因为这是蓝色的这一笔 我前面说了 呃 我再重复一边 绿色两个中书 至少两个中书啊 构成蓝色这一笔 这蓝色一条线段 然后蓝色 叉叉叉叉叉叉叉 这两个蓝色的中书构成了紫色 这一条线段 前面有说紫色这个地方这一笔日线的回跌 跌了也差不多是2月2号到2月14号 跌了有12天挺久的了 完全够了 日线一笔下跌已经时间上完全够了 完全够了 这个你从MACD也可以看出来 MACD你看日线快金叉了 这段时间你去 你就是做MACD的金叉死叉都很好用 为什么 因为它在一个周线级别的趋势行情里面 这个阶段 这些技术指标是好用的 是好用的 什么时候不好用 震荡的时候不好用 日线震荡的时候不好用 大震荡周线震荡 甚至说这个A股这种月线的震荡 这又说远了 说回来 蓝线一笔结束到这里 可能是这里 我随便画了 具体长到哪我不能预测 这个预测不了谁也不知道 这个大资金选手知道 他想到哪就到哪 然后蓝色会做一个 下跌下跌完了还会上升 这里是这个折线有一道 有一道两道还是三道 那就看宏观的发展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微观资金量 这个链上数据 CX进出这个B的这个多少 这些方式方式来决定 然后总之他这个地方会做出来一个四小时中枢 四小时中枢的话 在这里 如果这里这个蓝线的这个力量会比这里弱很多的话 那这个 对不起 这里颜色错了 如果很多的话 那这里这个 紫色这一条线 日线这上涨的这一笔就算是结束了 反正未迟也是可以结束的 如果这个地方有什么宏观的利好刺激 比如说什么香港 香港真的是 呃就是那个新闻不是假新闻了 那那可能再做一个蓝色的中枢 就是等我一次嘛 就跟这块差不多 就再做一个蓝线的阵道 然后再往上走一走 这个就边走边看了 大概节奏是这样 所以说如果昨天晚上被甩下车的话 不要着急 如果特 我其实是不建议 如果你是一点仓位没有的话 就不建议再买了 嗯 确实不低了 也脱离了当时 嗯 我们说的那个估值区间了 不要着急 因为后面还有机会 如果有仓位的话 想去 按照自己的交易系统再加仓的话 可以在这个四小时回跌的时候 你找一个自己熟悉的这个支撑压力支撑位 然后你就做吧 就做吧 就但是你要记住 现在是做的是短线 短线 可能就是做两三天 然后不会太久 然后讲到这里 如果说在这里结束 我们有更多利好刺激 然后上面 目前我们来看 嗯 哎 那个 目前这个上方的这个 多单报仓真是没多少了 真是没多少 total short liquidations 92 下面多单报仓有720 真是没多少了 所以说上 短期的一个仪位行情 这一块可能吃掉以后就差不多了 嗯到这 所以你在这追涨的话 可能拿一两天该走走 你这个地方的仓位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仓位 你不要比在这里加的仓要多了 仓位做好控制了 嗯 不要加成一个倒字金字塔 行这里 这里买了100万 这里买了300万 哎呀 这里买了10万 这里买了30万 嗯 这样加速到了以后 跌下来一个回调 你就亏死了 然后继续往后说啊 这个这个日线涨到这儿 然后会往后跌 它会跌到哪儿 他他他在周线看 他跌的不会太深 为什么这个周线上涨 可能还没完 他是他这个这些篮空啊 这些线啊 它是一种多空力量的对比 在长周期上帮我们去把把握 这个多军的力量和空军的力量 就是买买买买盘的力量 和卖盘的力量一个对比 然后帮你做一些仓位控制 然后知道自己在当下在什么阶段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这么讲 我我我讲这一段的原因就是说 主要核心意思就是说 如果昨天晚上没买的话 今天就不要再追了 好吧 就别再追了 因为这个追了 出个新高 你又投热又想加仓 这个地方就很危险了 很危险了 这里可能没有 因为这段时间 cpi可能是一个高位震荡的情况 他没有呃就业数据 可能也不会太表现太太太超预期吧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短线涨的差不多了 就是控制仓位 拿个现货啊 不要不要加太高的浪杆 我讲这个 所以我讲这个这块花线的意思是是在这 控制仓位就不要不要追高了 呃会有机会上车的 为什么时候上车 就是呈现这一笔回调的时候 周线跌跌一个周线跌跌一个月四五周的时候 呃这个时候可能会说这个讲什么故事啊 就是什么美国经济衰退啊 还是要衰退了 软周路软周路不行了 或者说软周路确实可以软周路了 但是这个终端利率会维持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加息周期 呃不是 降息周期不是在今年十一月份 而是又往后延了 又延到二四年了 又延到二四年了 这个在哪看 这个在这个CME这个网站上看 以前也讲过啊 我讲的比较快啊 因为有这个时间有限 而且我们还有录像可以回放去看 终端利率目前市场共识在500到525BP之间啊 当时市场压注11月份 这个这个 这是概率啊 可能四七四七五到500之间这个概率是最高的 现在这个压注往后减 呃现在这个压注哦 又涨了啊 现在市场它是在压注今年可能不会降息啊 还是还是呃500到525 所以所以这个呃就是说这个故事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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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注这个这个市场预期可能会 导致一次周线的回调 导致一次周线回调 就是说可能市场预期在二四年一月份二月份开始降息啊 可能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导致它一个回调啊 回调嘛 有技术面的原因 也有红面 红光面的原因啊 最根本的还是这个基本面的 供需关系影响的一个回调 但是这个回调 它如果不发生B圈独有的风险事件的话 它不会啪啪啪接到这了啊 那如果真的发现那种极端风险事件 那小该里黑天鹅嘛 做空的人会很赚钱的 然后周线周线完了以后 周线啊 这就是月线要继续上的一笔 所以这个行情走了走了一小半吧 一小半吧 在我看是一小半 但是短期你不要太蜂猛 冷静冷静 让自己冷静几个周 等一等 不着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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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